哈喽 小伙伴们 我是明清 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剧是由于翠华指导 景伯然 谭颂韵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归路》 该剧根据莫宝非宝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投资总监归小 十年后重逢排报特警陆延臣 两人迫近重圆找回忠诚和信仰的归途之路的故事 说起莫宝非宝 明清觉得这位作者的作品影视化是特别值得期待的 当今影视剧的环境小说改编剧不少 但是并不是所有经典IP改编都值得期待 莫宝非宝被改编的作品有 《亲爱的热爱的》 《周生如故》 《一生一世》 以及《我的时代你的时代》等等 而且这些剧都是他亲自操刀做的编剧 所以咱们是不是应该再好好看看 今天要说的这部剧《归路》 学生时代的陆延臣和归小是彼此的初恋 随着陆延臣远赴他乡进入景象 归小家庭变故 两人学生时代的感情无稽而终 八年后再度重逢 一句话成灰我都认得你 让两人明白依旧对彼此念念博 看言清文什么类型的比较吸引你们 对于明清而言 一是深情不移的男主 二是看傲娇男主低头追欺 这部剧太合明清的胃口了 谭松韵不管几岁 饰演学生时代的女孩毫无违和感 景博然排包特景每出一次任务就是和死神的一次较量 硬汉的形象真的还挺期待的 至于这两人有没有CP感呢 就是明清看到这两人在美好的趋景地 雪原日落树林相拥 拥吻 这不叫CP感 叫啥呢 甜妹加硬汉的组合基本就是稳了 当然稳了的前提是制作团队也得靠谱 编剧咱们已经说完了就是莫宝非宝本人 并且他自己改编的作品只能叹一句亲妈就是亲妈 导演于翠华代表作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原来我很爱你两只欢等等 这位导演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会拍那种人物感情比较复杂的剧 并且擅长出丝波茧层层递进 使剧情能够扣人心弦 所以好久没有这么期待一部原情剧了 好的IP改编一个亲妈编剧加上一个会拍的导演 咱们上线见 本期就安理到这了 下期见了 拜拜